2022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即长春航空展明天就要开幕了 现在所有的场馆和静态展示区的装备都已经完成了进场 一切准备就绪 而开放活动上最为引人关注的飞行表演 此时此刻在做哪些准备呢 我们下面就连线本台前方记者刘荣荣 荣荣你好 我们看到你已经在停机屏了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 罗旭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飞行表演队的停机区 通过声音和画面大家能感受到这里呢 现在是比较安静的 因为这儿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在我身旁的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歼10飞机 那么后面呢是红鹰飞行表演队的叫巴飞机 我们看到这飞机上都已经盖上了蒙布 因为从早上开始呢这里就一直在下雨 这个机务人员是早早的对飞机进行了安全的防护 我们从八一飞行表演队了解到 由于这个季节呢雨水比较多 电器设备容易受潮 所以说呢这个机务人员 他们到随时保持着这个随时进场 第一时间做好防护 那么在雨停之后 他们还会及时的清理积水 对飞机进行再次的检查要确认完好 对表演机来说呢 他们常常要进行一些大机动的特技动作 所以说这个机务的检查工作是一定要细致再细致 各个专业要反复的检查他们分管的系统 比如说空调 发动机 动力问题 液压问题 这都直接关系到飞机的操纵 再有就是要反复的确认 飞机的这个拉烟系统是否正常 要确保所有的问题呢 都能够在这个发现的时候及时的解决掉 这个飞机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所以说整个的检查呢 是比较繁杂琐碎的 那么机务人员一遍遍耐心细致的检查 就是要确保他的万无一事 另外呢为了应对天气的变化 飞行表演队也都有各自的应对预案 那红鹰飞行表演队是准备了三套表演方案 那每套方案当中的动作 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做出调整有所区别 那八一飞行表演队呢 也会根据天气的能见度来随时的调换 拉烟时的颜色 比如说这个能见度比较好的时候呢 是拉白色的烟带这样观赏起来 视觉的震撼效果会更加强烈 那如果能见度稍差一点的话 就是拉这个彩色的烟带 这样观赏效果会更加 那还有呢除了我们的机务人员和我们的飞机 我们的飞行员呢 此刻也在为明天的这个飞行表演做最后的准备 那我们从红鹰飞行表演队了解到 这两天他们一直在反复的观看上一次的 这个训练视频画面 在查找一遍遍的查找问题 比如说在完成这个双击对冲的时候 这个时间的早或晚的问题 向上开花这个角度的大小问题 以及每个动作之间衔接的这个间隔问题 那这些细节在他们看来都会直接影响观赏效果 所以呢他们还在一遍遍的查找 虽然说呢这里是红鹰的主场 他们对这的环境再熟悉不过了 包括编队在这个变换队形的时候 参考哪些参照物 他们都很熟悉 但是为了能够在开幕式上有更好的呈现 他们还是在一遍一遍的梳理查找问题 就是为了最后能给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那么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像一键穿新 包括钻石金斗这样的经典动作 也都会精彩的为大家呈现 那另外呢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 还会有很多的配套活动 像今天上午以创新实践 引领无人驾驶航空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 中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国际论坛 在长春举行 作为2022空军开放活动 即长春航空展的内容之一 论坛是围绕安全和发展 如何建立健全无人驾驶航空系法规标准 如何促进行业健康进步的政策引领等问题 集中展示中国无人驾驶航空相关政策等等 以及技术应用方面的成果路线 努力促进全球无人驾驶航空 与传统航空业协同安全发展 另外呢还要今天晚上 在长春的友谊公园湖面上空 将会进行震撼的 2022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即长春航空展无人机集群表演 2022架无人机将会进行空中无人机灯光秀 表演呢会按照奋斗者等不同主题分组展示 为观众送上一场精彩的科技和视觉盛宴 那么在昨天空军在长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敬科大校表示 此次航空开放活动 进行空中展示的歼20战机 来自空军王海大队所在部队 而此前王海大队和杜凤瑞大队一起参加了解放军 为台岛周边海空域联合演训 再加上近日军媒曾披露 王海大队飞行员驾驶歼20战机 对进入我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外国军机进行了识别查证 所以在昨天的发布会上 就有记者就歼20战机进来的一系列信息提问空军新闻发言人 发言人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回应表示 东南西北中奋飞歼20 东南西北中奋飞歼20 这十年大国重器歼20的航迹 正在向海天之间延伸 向高原之上拓展 歼20正是东海南海台海的航迹 划出了一个强国强军的同心园 那么神经科大校的回应 透露出哪些信息 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 一起来听听军事专家王明亮的分析 显然它有很多新的含义 我们的歼20飞机 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远程飞行的这么一种机型 总理上来看 就是反映说我们歼20这个飞机 已经初步形成了原疆域 飞行和作战的这么一种能力 这显然是对维护我们国家的空天安全 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这个很有力的一个支撑 我个人理解呢 中国的东西南北中 各个地方的天气 地形 气温 方方面面条件是不一样的 有边疆 有海洋 有高山 有森林 有高原 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接二轮飞机 全地形 全天候的这种适应能力 是非常强的 我们的金20战机不但飞东海 飞南海 飞台海 在此次航空开放日活动当中 金20飞行展示的动作 也是精心设计的 发布会上 发言人也介绍了 金20展示单机和双击飞行的动作 军事专家表示 金20的这些飞行动作 非常具有实战意义 你看金20的表演 它是作战部队进行的这样的飞行表演 它展示的是飞机的战术性 和飞行员高超的战术素养 单机我们就看它水平和垂直机动 以及在水平垂直机动过程中间的转换 单机飞行表演来说的话 主要是展示的平台的飞行性 双击的这种飞行表演 展示两架飞机之间的这种协同配 完成一架飞机主要进行攻击 另一架飞机进行资源 或者说能够两架飞机协同密切的这种配合 对多个目标进行打击 双击的表演能够更加的展现出来 它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运用 其实金20的这个飞行表演 主要展现的是它的近距的 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中距 中距是在表演的过程中间 我们并不能够通过肉眼能够看到 它是在很远的距离上完成 所以在近距这个格斗过程中间 就是看它的水平和垂直机动性能 它能发挥体现出 这个飞机的优越的飞行性能 和它超强的这种动力 以及飞行员对这个飞机的这种掌控 人机一体的这种协调之美